好来看到大家最关心的复理乡长补选登记 从24号前乡长苏孝信低调登记之后呢 25号带领乡长江东城也在农会 先议员代表会以及支持的群众促勇 以及掌声当中完成了登记 担任复理乡带领乡长的江东城 25号一早10点到公所民政客柜台办理登记 陪同者包括了先议员詹金富 复理乡农会理事长简明志以及多位的李监视 复理乡代表会主席叶嘉宏以及多位村长等等 完成登记后现场民众也鼓掌高喊 江东城动算动算表达支持之意 江东城说陈萌相亲支持他非常感动 未来将持续向中央各部会 尤其华联县政府为复理乡争取最大资源 对我们复理乡的相关的建设 还有观光还有这个产业 还有农业产业各方面 来做一个全力的充斥跟建设 来求进步来翻转我们复理 前张荣荣后援会长江守伟认为 江东城担任代理乡长以来的 努力有目共睹 另外丰南村村长王静英 也称赞江东城重视地方和谐 家里合作就会团结 团结才有力量 地方的营造才会顺利 其他现在已经做了很多了 你看不管最近 你看我们替我们争取到 这个能够有更多的最后班次 能够停在复理 那不仅是有助于地方那个 观光跟旅游的发展 跟对地方的经济有的正面的提升 由于去年12月25号当选 副理乡长的张荣荣没有现身宣誓就职 加上乡公所今年已两次通知张荣荣 补宣誓都未到 花联县选委会确认副理乡长 出缺办理补选 也是目前县内唯一办理 出缺补选的乡镇市长 领表从这个月18号一直到26号 登记日是24号到26号 补选将在6月18号投票 目前已经完成登记者总共有两位 另一位曾经任一届县议员 以及副理乡长的苏孝信 今年已经高龄79岁 抢头乡低调完成登记 至于先前表达考虑中的前乡长陈荣聪 已经确认不会参选 记者高双双副理乡采访报道